Hello大家好,我是LP,欢迎来到我的守护健康频道 这期视频我们继续来学习心电图的基本知识 主要学习早播的心电图特征以及临床意义 对于早播这个秉持,对我们大多数的中老年朋友来说 应该不会太陌生 特别是在女性的更年期 还有年龄的老化会或多或少的出现一些早播 有的时候是谋然性的,有的时候出现的比较频繁 有时自己可以感觉到 有时是通过摸脉搏发现心跳不规则 还有心跳漏拍的情况 有的时候在智能手表上的心电图也会反映出类似的情况 所有这些对健康的没有心脏病的朋友来说 一般只是感觉到心跳情况不一样 不会引起太大的身体的不失 也不需要治疗 但是对于有基础病 例如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朋友来说 如果出现有平板的早播 或许伴有其他的症状 最好要及时的咨询您的医生 对本身具有心脏病的朋友来说 更要及时的检查是否有心脏病加重的情况 并予以治疗和及时的控制 在视频的尾部呢 我会列举一些 有关医生 看医生的时候 他们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检查措施 那好 下面我们从早播的心电图特点 来了解相应的临床表现 首先我们要知道早播分防性早播和时性早播 从下面这两幅心电图来看 这早播的形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防性早播 它的QRS播 也就是心死搜索播的时间 是小于0.12秒的 图子上的一小格等于0.04秒 那就是小于三小格 时性早播呢 QRS播的时间大于0.12秒 那就是大于三小格 在这幅心电图里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提前不按规律出现的早播 这就是防性早播 它的特征是 过早的电脉冲 来自于心房 批波会出现的早 它的外形呢 与其他的批波也不太一样 心房的早播还会影响 QRS复合波的形状 QRS复合波之后呢 会有一个长时间的间隙 在这幅心电图里 我们看到一个不按规律提前出现的QRS波 宽大其形 这就是实性早播 这是一种起源于心死 并发生较早的异形冲动 没有批波 有异常宽大的QRS波群 QRS复合波之后呢 也有一个长时间的间隙 在找波的时候 因为心死在没有足够血液充盈时 就提前搜索了 所以这个搜索是无效的 也常常被一些测量仪器所遗漏 使读书呢 不准确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会数自己的脉搏 另外 因为无效的收索 你可以会感到心跳漏了一拍 加上之后呢 一个长长的间隙 有人还会觉得好像心脏停跳了一下 再来归纳一下 通常情况下 早播几乎或完全没有症状 或只有胸口的异常感觉 如果您经常感到心脏蹦蹦自跳 心跳漏拍 或者是心跳不规则 应咨询您的医生 医生呢 可以确定这些感觉 是否是由于心脏疾病 或其他健康问题引起的 类似的体征和症状呢 可能由于其他多种疾病引起 比如说焦虑啊 贫血 夹抗 或者感染等等 找播通常不需要治疗 必要时呢 可以对症治疗 但是频繁的找播 特别是频繁实性找播 可能先于更严重的心率失常 因此啊 应该密切的监测 并加以控制 如果您需要去看医生 医生常常会给你做一个 12个导年的心电图 但是如果您的 早播不是那么频发 这种心电图是很难 查到您的早播的 那么医生常常会采用 动态心电图 给你携带一个监测仪 监测您的心脏的电活动 24个小时 有的时候会用更长的时间 那么还有一种 携带性的监测仪 叫做事件监测仪 这种监测仪呢 需要您在感觉到症状的时候 按下按钮 那么监测仪就会自动感应 不规则的心跳 然后开始记录 有的时候 医生还会建议做一个运动复合试验 这个试验呢 需要您在跑步机上行走 这样的话呢 他们看看是否能够诱发您的早播 通过检查 医生会给你做出分析 如果需要的话 他们会给你用一些抗心育 失常的药 或配合其他的治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 请您点赞 订阅并分享 如果您有任何的建议和问题 请您在留言区留言 我会注意并及时的回复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